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說一下孕婦氣象 孕婦懷孕期間 都會經常可能覺得 胃有很多氣要頂住 還有很多氣想放出來 那元醫生有什麼方法可以舒緩呢? 孕婦呢? 就是因為有嬰兒 嬰兒 嬰兒越大 就會頂住腹部 頂住位置 令食物 在結合腸道開發 滅慢了 所以在过程中会发酵 会产生很多气体 气体可能会像肚子骨骨胀那种 或者顶部都不舒服 有时会弱气,有时会放气 所以这些孕婦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好了,在处理方面 我有些什么可以帮助这些问题? 第一,我们先讲食物 有些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消化? 有些什么食物是好的 有很多酵素的木瓜 是的,木瓜,大家都知道 木瓜是养胃 因为木瓜本身是酵素 有些酵素是由木瓜提养出来的 是的 我知道这个酵素很强 可以好好消化我们的食物 还有我们食物方面 不要吃过量 如果吃太多,当然消化会更辛苦 通常就是少吃多餐 在一天里面 还有,如果你发现消化仍然不够好 我们应该在食物方面 是吃一些清淡一点的溶消化 是 譬如什么呢? 喝一些流质的东西 喝汤 汤,清汤 是不是? 或者蒸了一些蔬菜 因为有时候,如果这样吃多些沙律 菇类多,那些纤维会做出很多气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简单的吃方法 清淡一点的食物 比较轻轻煮过它 好了 有些什么食物要避免呢? 有时候,你自己知道 如果我吃了某种食物 那些气特别多 那你不要什么原因都好 你真的尽量去避免 是 但我也知道 有些食物的气是特别多的 譬如什么食物呢? 豆啊,奶类啊,糖啊,辣东西那些 是的,那些味重的东西 对吧 那如果你发现这些食物 真的令到你有问题 那当然就要避免 那有时候呢 你都可以小心一点 就是拿一些线 譬如你今天吃过什么 那你写下一下它 因为有时候那些气不是即时的 可能就是第二餐 或者过了之后 你才发现的 那所以有时候 都不是即时可以看得到的 那所以你做一个这样的 就是记录下来 每次吃了些什么 那你就可以知道 有些什么食物呢 就要先戒掉它 嗯 那如果在怀孕期间 那个症状是很严重的时候呢 那你当然呢 你就是全部没吃了 是 直至到BB出生才去吃 嗯 好了 那有些什么处方 可以帮助到 是的 化气的? 那就是在那个 刚才饮食方面 就是禁忌啊 还有要小心之外呢 我处方方面呢 其实我有些什么 很多人 中国人都会做的 吃姜 是的 姜 姜是可以化气的 那姜也帮助消化的 因为姜的功效呢 现在很多 已经知道了很多 嗯 但是呢 大家知道呢 买姜呢 要小心的 就是常常呢 我们常常买那些叫做 漂亮的那些老姜 嗯 那就是不要买那些 很肥啊 很粗啊 那些那些这样的 你买的那些比较有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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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 那些老姜是比较好些的 那最近网上呢 也有很多这些资料教你怎么选择一些好的姜的 好了 那除了姜之外呢 姜之外呢 姜可以用 就是可以切片 就是 就是洗一下水 煮一下 那麽也有时候呢 可以买到一些姜 那些 就是那些胶囊装的姜品 亦有滴剂亦有机会用得到 第二个配方可以考虑 就是Camomile 叫做黄春菊 大家听过是罗马金菊 就是German Camomile 这个一般的Camomile 叫做黄春菊 当茶般喝 会帮助饭后喝 进餐的时候也可以 有时候除了葱茶饮 也有些浓缩的滴剂 都可以帮助 当然同学疗法很重要 同学疗法也有些比较常用的疗剂 譬如你会发现 你的胃气胀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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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胀 而秋冬得来 这种这样的气胀、消化力药 用一个疗剂是叫做什么呢? 是那个Carbovetch 就是Carbon 那个是木炭 那个Carbon 是植物炭 也叫做木炭 这个也非常好用 Carbovetch 不单止是在这方面 在同样的疗化 Carbovetch 有一个用法 我们叫做Corps Reviver 起死回生 这个疗剂很好用 当然我们在香港 经常听过马拉松菜 很多时候马拉松菜 跑到后来就断气 这个可以用Carbovetch去帮助 我最近也有一个朋友 在加拿大 他妈妈跌了 要进医院 在医院期间 他就出现了那个问题 就是说他就开始有肺炎了 那老人家 你知道了 很多老人家 都是在入医院里面 就是感染了问题 出现肺炎 接下来就过世 这个行为上有的 那我朋友的妈妈 就知道 就是她说她死都要出现 那医院就不会被你出的 因为你手人摔倒了 其实没有断骨 那去了之后呢 但是这肺炎 她不会被你出现 但是她妈妈一定要出现 为什么呢 原来她那个老公 是上一年纪之前 又是这样的 她的身上是进医院的 那是 那跟着呢 就发现 那又死了 那所以这个女士呢 一直觉得医院 就是她老公是死在医院那里的 那所以她 当她自己有肺炎的时候呢 她有这个问题呢 她就死都不肯留 她一定要出的 那 那没办法啦 那医院结果呢 都是勉强呢 就让她放她出去的 那你知道啦 如果你真的有肺炎的 那医院都选不上去 那我回到家 那回到家呢 那回到家呢 发现呢 她其实呢 就是温温一息 气都没有了 血压跌到呢 很低很低的 九十几啊 八十几啊 五十几啊 那这样 那终于请多两个工人去服侍她 但是其实没什么用的 那结果呢 我朋友就 就是 就 WhatsApp我啦 问我啦 怎样算好呢 那我就建议她 就用这个木炭 植物炭这个尿剂 那我朋友呢 我都一直呢 都教他们呢 在家里呢 就避了一套 这些和我尿化的尿剂 那这些尿剂 其实我们陆創也有得买的 嗯 你又买一套呢 就是大 大套的呢 六十几七十几的尿剂 那做了一些呢 是那个 是那个 旅行装呢 是三十六个 小小的 那我就叫她呢 就找这个尿剂 给她妈妈吃 那 那吃了 一天左右 她妈妈就一路 改善改善的 那初初就想着 她的工人服侍得她很好 那 那到很快呢 她妈妈又恢复她的症 就是 正常呢 就趕着那些工人走 直到 老人家很大 那样的 就是很难服侍的 那但是呢 很明显呢 这个Carbovac 就救了我一个朋友 一个妈妈 那个生命 那在我同学疗法的课程里面呢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学生 那其中一个学生 他本身是一个护士来的 那他都和大家分享 有一次他爸爸呢 都是说有肺炎了 那又不是要入医院了 那因为他上过我这个同学疗法的课程呢 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护士啦 那他就试用这个疗劑呢 那他爸爸呢 就根本就好了 不需要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那同学疗法呢 是一个 就是 就是我始终觉得呢 如果同学疗法 能够成为一个通识教育 所有的家庭 各人都会用呢 那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口 那个医疗问题 是很快解决的 是的 因为又便宜又正 原来 那个疗劑是不会过期的 你做了家后呢 你十年二十年都这样用得的 那你只要是适当地用啦 当然是很紧要的 那所以上过的课程呢 其实都挺紧要的 那但当然啦 如果你有这个资料 有这个工具 救到家人的命 我觉得怎样都是值得的啦 嗯 那还有一些疗劑呢 是譬如那个 另外一种呢 是那个 Pulsat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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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学疗法里面 一个都挺常用的 用在宋文仔 那样的 就是白头翁 Pulsatela 英文叫做Wing Flower 那Pulsatela的症状呢 当然他有了气 又有脏 那Pulsatela 那Pulsatela呢 有一个很特色呢 他不喜欢吃肥肥的东西 嗯 就是他告诉你呢 我吃了肥肥的东西就很辛苦啊 气壮的时候呢 就要打开窗门啦 不要被迫啊 那又不是特别口渴的人啦 那不舒服的时候 很容易哭泣啊 那这些这样的性格 这些这样的症状呢 是一个白头翁的症状来的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现在还有一个疗剂啦 叫石虫营咯 石虫营咯 石虫营也是的 围气象 通常石虫营的围气象呢 就和那个木炭有点不同的 木炭是上面多一点的 石虫营 木炭是下幅多一点的 那石虫营是比较上幅多一点的 那一些这样的症状呢 尤其是呢 就黄昏的时间下 四点到八点呢 是特别差的 那通常呢 石虫营的人呢 就喜欢喝暖水的 嗯 就是他不会喝冰野的 他都会喝暖水的 那他人都比较瘦瘦啊 下身肥一点啊 这种是典型的石虫营的人呢 那你们可以呢 就用这个疗剂的 好了 那还有什么疗剂呢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马前子了 那马前子的 它床胃肿脏呢 通常有什么呢 是压力大啦 还有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啦 那通常呢 就也是那个 那个火焦心是很明显的 那马前子的人呢 又是不舒服的时候呢 就比较敏震一点的 那他呢 就会 就是要求你立刻去 去处理他的问题啦 他就比较怕冻 那这个就是马前子的症状来的 好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嗯 吃益生菌 益生菌啦 那我大家 最近我也和大家分享过啦 最近的 有很多的资料啦 是发现呢 其实我们的人的病呢 都是和我们那个 腸胀里面的那些 益生菌的状况有关的 那最近呢 香港的好像有一个教授啦 是 袁郭勇是吧 好像他都提及啦 我们现在那个 现在的医学上出现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那个抗生素的 抗药性的細菌特别多 嗯 很多抗生素已经无效啦 他说呢 预测呢 是不需要很久呢 我们的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的 是 因为一开心刀呢 就有細菌的处理啦 嗯 那现在抗生素已经无效啦 那其实的问题就是 我们抗生素的滥用 搞出这个问题啦 不单止是因为医生开放啦 其实我们吃动物治里面呢 是很多加很多抗生素的 是 那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不知不觉呢 就吃了很多的抗生素呢 就把我们的肠状里面的抑菌呢 是破坏得很厉害的 其实我们的肠状里面 有个千多种不同的抑菌的 那这个抑菌的繁殖啊 那个平衡状态呢 是主导我们的那个健康 因为我们的整个 我们的那个身体的淋巴呢 百分之八十呢 就在哪里 在我们的肠那里 嗯 整条那肠 三十多尺的肠里面的 布满了我们的淋巴一件 那就是很明显呢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能力呢 和我们的肠那个 那个环境 是很有关系的 那肠的环境 就是会有的环境呢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抑菌 是 那我们就会公司 我们会认识 那些多方面的抑菌 那公司有的抑菌呢 是有成十几种的 是一次过在那里的 那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呢 帮助我们处理呢 人苦的气象的问题了 多谢了 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很久的听众 也可以用skype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寻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去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多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听 拜拜 拜拜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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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